好,Focus在转进美国 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 或许大家对于感恩节的由来不太清楚 但是想到美国感恩节 一定会想到一只火鸡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赦免了两只火鸡 这是美国总统的传统 同时在好心情之余 还大开共和党的玩笑 说红潮只有在自己家里出现 今年感恩节从火鸡大餐、机票、油价 美国每一项价格都涨得不得了 但是全美的零售联合会预估 在这个星期五感恩节之后 开始疯狂购物的黑色星期五 到星期一网络促销 可能会创下最繁忙的假期购物季 美国感恩节即将到来 白宫每年都有的赦免火鸡传统 今年也不例外 总统拜登在白宫南花园赦免了一对 叫做巧克力和脆片的火鸡 也不忘利用演说调侃其中选举 共和党预期的红色浪潮并未出现 两只火鸡抵达华府后 住进饭店享受尊容待遇 接下来将被送往北卡校园安置 拜登也呼吁美国人不要忘了过节的初衷 接下来拜登夫妇将启程前往马州度过佳节 白宫的耶诞树也正式抵达 全国上下忙着过感恩节假期 不过今年物价样样涨 7公斤重火鸡就要价30美元 相比去年大涨21% 佛州一处免费发放火机的慈善单位 吸引了600辆车子大牌长龙 我出来了因为我没有鸡鸡 所以我要鸡鸡 不过高通棚似乎没有下走 年底购物季的消费力道 根据全美零售联合会 今年从感恩节到网络星期一 预估会有1.663亿的购物人次 几乎比去年多出了800万人 全美零售联合会表示 今年假期购物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最繁忙 虽然这代表可能得删减其他开支 但进入后疫情的第一个感恩耶诞假期 民众也更舍得花钱 加州购物中心业者预估 今年不管是客流量还是销售额都将打破纪录 各大零售商的黑色星期五促销也早早开打 有的甚至提前到10月底 所业者皆希望能用更优惠的价格留住顾客 因为通膨当前消费者也更懂得货币三家 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假期也是碳式清油的重要日子 但高需求高燃油费和飞行员短缺 皆推升了机票价格 相比去年上涨25% 涨幅甚至超过了通膨率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预估 本周周三到周五五天的假期间 将会有超过五千四百万人上路 今年假期想要轻松旅游 避免班机取消转机造成的延误 专家建议就是以登机箱或随身包包取代托运行李 至于开车上路则不得不考虑油价 专家建议提前先规划好便宜的加油站加油 并且避开最繁忙的时段 像是周三早上十一点到晚上八点 还有周日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之间 年末假期就要来临 经济不景气下势必得精打细算 TVB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